跟小春他们交代一下 让他们农历二十五的时候关店铺 好回家过年 过完年再继续开门 小宝爱睡觉 许念念也不抱着他出去闹腾 吃完了东西之后 让赵妈听着楼上的动静 她抱着大宝出门了 外面冰天雪地的 风还大 许念念刚出门 就开始打退堂鼓了 算了 还是不带大宝去了 但大宝太皮实了 她也不放心把大宝给别人带 不然 静南西也能给她大把手 要知道 静南西天天都想着带娃 可大宝死死地抱住她的脖子 许念念想让她 跟着静南西都不行 无奈 只能让家里的司机 开车送她过去了 中途 大宝一直在她怀里拱来拱去 一点都不安分 出来时 许念念还把手镯戴上了 打算拿去问问左晴 看能不能修补好 就算不能修补的跟之前一样 也没关系 只要还能固定住就行了 许念念自打生完了孩子 就没有来过店里 此时小春还在和店里的员工哀叹 哎 老板都好久没来了 也不知道 啥时候来给咱们放假 员工也成眉苦脸的表情 小春姐 老板要是不来 咱们是不是就不能放假了呀 能啊 要是不想要这份工作 你想干啥都行 嗯 小春节 不跟你开玩笑了啊 老板现在应该快生了吧 估计不方便过来 要是老板真的过年还不过来 我就做主 提前一天给你们放假 成不 许念念好说话 而且哪有过年不放假的 小春以为 许念念是因为月份大了 不方便出门 你做什么主啊 许念念抱着大宝进来 刚进门口 就听到小春欢笑的声音 老板 小春顿时高兴地看过去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道 这人哪 就是说不得 小春笑嘻嘻地跑过去 看到许念念抱着奶娃娃 肚子也没了 错愕地道 老板 你都生了呀 被许念念抱在怀里的大宝 歪着脑袋 冲小春嗷呜一声 十分讨喜 小春最喜欢这种 虎头虎脑的小娃娃了 胖嘟嘟的 可爱 没控制住 伸手摸了摸 大宝圆溜溜的脑袋 哇 好可爱啊 许念念笑着摸了摸大宝的脑袋 其实是在提醒她乖一点 她家大宝每一次看见漂亮小姐姐 就总是挪不开眼 这让许念念这个当妈的觉得相当丢人 还那么小就知道小姐姐了 是遗传她爹吗 许念念忍不住这样想 她叫大宝 我儿子 还有一个小宝 许念念给小春介绍道 大宝 小宝 小春摸着大宝圆乎乎的脑袋 又捏了捏她的小肉脸 玩得不亦乐乎 听到许念念说还有一个 一时间有些惊讶 老板 你不是说你不是双胞胎吗 医生检查错了 我就说嘛 那会儿看老板你肚子比别人还大 我就知道肯定是双胞胎 小春十分得意地摸着大宝的脑袋 马屁拍得十足 老板 你真是幸福 居然一生就生出了那么可爱的小宝宝 嗯 幸福 许念念倒是一点都不否认 能有这两个宝贝 还有禁狱 她很幸福 哦对了 我过来是跟你们说一下 农历二十五就可以放假了 年初始以后再来开门 你回头通知一下莉莉和翠翠 让他们把那边的店铺也关一下 听到要放假 还放那么多天 小春立刻心花怒放 其余几个员工也是高兴得不行 一个劲地夸许念念人美心善 许念念被他们一通彩虹屁吹捧 她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通知放假 也顺便查一查最近的收入情况 小春赶紧把账本拿过来给她看 账本做得很清晰 一目了然 许念念翻了看 前面生意都挺好 后面渐渐有些冷清 时间正好是开始冷的时候 这在许念念的意料之中 到了冬天 冷饮已经换成了热饮 但好些人已经不太愿意出门了 毕竟太冷了 除非有钥匙出来办的 这些倒是会买上一杯奶茶 无辱手 生意不算太差 但比起之前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感谢观看